这个金鱼缸的作者 便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郑义坤 1936年 郑义坤出生于福建福州 一户普通农家 由于七起繁盛 福州百姓的生活 都与七起紧密相关 七起也在郑义坤年幼的心里 种下了根 祖先留下了一个 给我母亲用的一个镜子 镜箱子 箱子的上面 有很多描金彩绘的计划 我母亲告诉我 这个就是城市里面 大名鼎鼎的沈少王的七起 我就感觉 七起也是一个 很美的一个东西 自由喜爱画画的郑义坤 即使参加工作 也没有放弃笔头的功夫 单位的版报 大会的宣传栏 都由他来操刀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句话在郑义坤的身上 得到了印证 1956年 偶然在报纸上 看到福州成立一个工艺美术学校 依旧怀揣绘画梦的郑义坤 兴奋不已 当即停下工作去申请就学 谁知得到的答复是只收应届毕业生 不愿放弃的郑义坤找老师去求情 他又问我 那你这个年龄又大了 你另外就说你会不会画画 那我考这个进入学生 那后面那个王赫德老师 后来带我后面见考 看了一会儿就拍我的肩膀说 你不要考了 你被落实了 我说哎呀 这么容易落实 那我非常高兴就是这个机遇 所以我就从五六年就进入这个学校 就这样 凭借自身坚实的造型能力 学校破格收了这位大龄青年 郑义坤如愿入学 迈进了七亿数的世界 观看郑义坤的七画作品 你会发现 他爱以八敏风物为题材 水仙 马蹄 螃蟹 在他臂下都有精彩的表现 每幅作品立体而逼真 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一探真假 这个金鱼钢 是他达到艺术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高峰 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 使郑义坤获得了创作金鱼的灵感呢 时间回到1973年 担任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总体设计师的郑义坤 在设计家具方案 送去给总理审批的等待期间 他与朋友走进了园林艺术的殿堂 尼和园 一个中午的时候 我在义伟原的池里面 池塘鱼池里面看到一群井鲤 团团掺乳 这个滤滤一直滤到很深凳的地方 停消失不见了 后来滤滤滤滤滤滤 滤滤滤到上面来 滤滤滤滤滤滤水灭 我受到这个沈滤滤深厚 收到这个启发以后 我说 哇 太好了 这个还不是团圆吗 关羽之乐 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庄子跟惠子 在豪桥上的关羽故事 更是传为佳话 鱼儿的自由领动 让观赏者心情愉悦 郑义坤深切感觉 这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题材 回到福州 便开始了实践创作 但是 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呢 鱼在宋代就 思想就非常滑大了 那就是我想 我们作为脱胎起义传承人来说 是我马上就联想起 鱼是养在肝里的 给人家寻想是养在肝里的 那这个肝 就为我们脱胎起义来说 是拉手好戏 此时还是会 好 让我们儿子 most ehkä年纸 稍息 好 这期的